日本水蜜桃 由日本水蜜桃季節 每年6月至9月都是日本水蜜桃最盛產的時間 剛剛在6月份的時候 會首先出來的是和歌山水蜜桃 之後去到7月現在正正踏入7月的時間 就會在山尼縣的水蜜桃比較當造 其中以大唐嶺 它是在水蜜桃之中的糖度級別是最高的 每個大唐嶺的土都要達到13.5度以上的糖度 才可以達標大唐嶺這個級數 我推介的水蜜桃就會是春日居的水蜜桃 因為在春日居這個產地出來的水蜜桃 無論它的甜度、水分和質素都很高 它吃下去的口感除了甜多汁之外 其實它是更加香滑 吃下去是沒有渣的 怎樣選擇一個好的水蜜桃呢 我們選擇的時候 最好用手掌的芯 然後反轉去看看它的底部 底部裡面看看會不會有魚箱 又或者是有一個個蟲洞 有蟲洞的我們盡量不要選擇 日本的水蜜桃 其實也會看到它在表面上 會有很多個粉殼 我們叫做毛毛 其實越多粉殼 其實代表這個水蜜桃是越甜的 首先會用刀背 刮一刮它 其實讓它順復一點 然後輕輕地我們會有這個位 有一條蜊的這個痕 然後 Siis F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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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ba